Leo聊四季 天天就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莉對上維京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NBL對上Viper Viper這次不是維京人了 雖然他有維京人的血統 但這次不是維京人 這次是瑪莉人 NBL選擇的是維京 雙方都是世界上頂級的S級選手 這場比賽是在TNT剛好看到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幫怎麼打吧 那來看一下這個維京人的能力 維京人我們只講個大概 就是維京人他有免費的輪走跟手推車技術 所以時代升得越快他的經濟就越好 那領先經濟會領先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不用研發手推車跟輪走時間 還有資源量也不需要 那自然上去之後就可以很快的爆出大量兵跟潘科技的部分 那維京人的話比較推薦打工兵跟步兵 那奇兵的話有點殘 不太建議打後勤 那槍暴時代也是可以打奇兵的 那我們稍微再講維京人的步兵 維京人的步兵血量蠻多的 會多20%左右 到帝王時代的話 他真正能打的東西其實蠻少的 因為維京人他有一個科技烈士在 他並沒有火槍兵 然後也沒有火炮 所以最好的話 最好的情況是在城堡初期或帝王初期 你直接把對手打死 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好那我們直接來講瑪麗吧 瑪麗的話他的奇兵算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帝王時代可以點一下金罐 那金罐的部分可以增加瑪麗的全部的奇兵的攻擊力 那是可以加5攻擊力 就連他的弱腿也可以叫 輕奇兵也可以 重裝騎士也可以 只要瑪麗就當外裡面出的奇兵類 全部都會加這個武功攻擊力 所以就是加7攻的概念 哇非常的痛 他的弱瑪應該算是這遊戲裡面最痛的弱瑪 好再來講一下他的其他的能力 建築的木材費用會減15% 所以他在前期來說可以省下大量的木材 那就可以比較早上一堆田 那田比較早上的話 城堡時代或帝王蘇丹就升得會比較快一點 那報兵也比較easy一點 所以瑪麗來說的話我覺得算是蠻進階的玩法 但我覺得喜歡馬國的話也可以試試看瑪麗 瑪麗也算是一個進階型的馬國 雖然不像法蘭克那麼單純 但他其實跟法蘭克比起來的話 真的打起來的話我覺得瑪麗可能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畢竟他的駱駝比較痛一點 打優雅也比較蠻強的 好那再來就是他的寶兵是飛刀女獵手 那個飛刀女獵手是步兵單位 步兵單位的話雖然瑪麗有科技是每個時代的均勻單位 遠距離護甲會加1 大家的認識就是步兵防禦遠防加1 但實際上飛刀女獵手是不會吃到這個加成的 因為他說只有軍營嘛 所以只有軍營的單位會增加遠防而已 那飛刀女獵手雖然是步兵單位的一個設計 但是他並沒有吃到這個加成 所以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雖然飛刀女獵手本身會出的情況下就不多了 那遇到對方是打步兵啊或者是 步兵或者是大量的那種遊俠啊 遊俠不要講好了 遊俠這個可能打不一定 可能還是要出駱駝 大量漏馬步兵啊 這種單位的話打起來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還有垃圾兵 就是飛刀手的比較Counter是這些單位 那其他有黃金兵的話就比較難打一點 好那就來看一下雙方要怎麼打 那這邊viper是選擇出了兩棒棒 兩棒棒的話家裡果樹在前面 因為果樹很前方的關係 這邊是選擇打一個主動攻擊 那根據高手們的講法 就是自己加地形很爛的時候 就打兇一點 那家裡就可以比較晚圍一點 甚至不圍也可以 那像是這場MBL地圖算是好圍的 只要圍稍微一點點 基本上就可以把自己的重要資源給圍住 那反觀viper他的果樹在前方 黃金算在中後方蠻舒服的 但是要圍的範圍實在是太大了 這裡要圍死這裡要圍死 要花時間比較長一點 而且這邊也不好圍 所以viper這邊前期打棒棒算是蠻能理解的 自己家裡中空不好就要給對手壓力 這是一個合理的判斷 好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封劍要打手 好那封劍時代的是viper這邊稍微有點領先 好但是上了封劍時代的話 NBL圍巾這邊就有輪走的優勢了 一上去輪走就好了 等一下一級木 一級農田 那viper是點下一級木而已 並沒有去點這個農田 好那這邊選擇出肉馬出來要騷擾 這兩隻棒棒敲得很開心 一直敲一直爽了 那就讓他們敲吧 那MBL也沒有想理他的意思 那家裡看起來有一隻肉馬已經被擊沉了 那家裡出了一隻戳戳跟三隻小公往前衝 但是對手MBL已經繞了兩隻肉馬過來要騷擾 但是前面有長槍兵守著 那裡面並沒有長槍兵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稍微微一下嗎 還是直接不微呢 直接村民幹架嗎 欸沒有 還是要圍一下的 那這邊前面 果樹在這個位置果然很難受 還是會被射到 這個距離有點剛剛好 剛好這個試射成 那viper這邊稍微搜村一下 正面沒有圍好 家裡一直門戶大開 這邊又圍一下圍一下 喔呦 城牆 直接 一個秀操作 然後這邊又有洞可以鑽 但是要鑽還是不鑽呢 然後這邊收村 但是這邊走斜的肉馬並沒有被射到 哇 Viper的經濟有點小崩啊 哇這邊上藝人採木 然後 但是很厲害的是他家裡居然一村都沒死欸 哇這不簡單 欸是不是有我死啊 還是沒死啊 哇看不太出來 哇 看起來挺穩的 MBL喔 只達到一村這樣子 那 Viper的是 欸 Viper也拿到一村喔 兩邊都是達到一村 那村民樹一樣持平 哇這幾隻肉馬在裡面繞了很久欸 四五的話應該已經送差不多了吧 剩下一兩隻之類的 這個 控兵要很好 你要再控前線 然後再控家裡 撒田 然後調整經濟 然後去挖金礦 然後盤那個 上層某時代科技 或補射箭場 這些真的是很忙啊 要做太多事情了 那如果要蓋射箭場的話 兵工場一定要必須喔 那有必須喔 那正面的話 沒有戳戳了 剩下三隻的 小弓 要直接硬上了嗎 那前面的話也是 戳戳加小弓的組合在前線 這邊肉馬直接送光 再一發 再一發 唉唷沒射到 哇那MBL這一波肉馬送的有點 防不勝防 好但是以為精神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那由MBL先點下城堡時代 那VIPER的經濟 剛剛算是有點被鬧到 上萬人在踩木頭 在家裡這邊 就很明顯是一個 經濟上調配有點小小的問題 那沒有問題喔 他是VIPER 我們繼續看下去 VIPER這邊經濟1 就還是可以上到城堡時代 好那這邊兩邊經濟看起來是 有點差距囉 因為 這邊馬力上城 是沒有輪走的 那這邊圍巾上城 已經有輪走的情況下 好這一段上城堡時間 就是經濟的拉開距離的 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好來看一下這邊肉馬 三隻剩下 本來是剩三隻 三隻都殘血 看來是沒有辦法在做到什麼事喔 這邊小攻量其實蠻多的喔 這邊但是MBL圍巾也爆出了 大量的戰謀要來防守 看起來兩邊都打得蠻穩的 好那看起來VIPER是要出馬 出騎士 那騎士我不確定他會 雙馬就帶馬就 這感覺是雙射箭場 奴兵加騎士的一個組合 騎士要來打這個戰馬 所以應該馬就只會出一個而已 然後點一隻騎士出來 那應該還是會依 依這個奴兵為主力喔 好那點下一隻騎士 那奴兵升級 那這邊有再繼續出小攻嗎 這裡沒有再繼續出了 但是二級色也點了 欸兩邊都還沒點下二級目喔 兩邊的肉都不夠多 沒有時間點這個二級目 這其實都很能吃食物 三百多食物了 然後還要點騎士的情況下 二級目沒有辦法先點 其實蠻能理解的 但是這邊圍巾 經濟實在太好了 二級目還是可以先點 但MAPO由於這邊有軍事壓力在 所以一定要先把這個軍事先拼出來 才可以再去點這個二級目 這邊出了大概三隻騎士 但是防禦沒有點 原裝進口的騎士 那這邊騎士是二防十攻 要來打這個戰毛 可能還是有點疼的喔 因為他射一下還是有3D 但是MAPO前線的奴兵 已經在做騷擾了 那這邊家裡已經有戰毛 直接用戰毛來防護就可以 但是這邊MBA囉 躲得非常好 村民死傷數並不大 都有在顧村民拉村 那前線的部分 看到對方出騎士 MBA囉也不敢再深入了 都看到一堆TC了 那這邊可能要先點下一級 防護在爆更多騎士之後 這個騎士才會來硬上這個戰毛 這個戰毛還是依舊很怕騎士的 這邊MBA囉也是打得蠻小心翼的 後面還出了僧侶要來招降對方的騎士 這邊要逼到死角了 這邊一個 這邊往下走分兩隊 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走 但是又回頭 跳跳跳 好四面八方包圍戰術 好那這邊由於對方閃兵的關係 但是沒有閃得太遠 這個射程還是很遠的 MAPO的工兵有點被夾在這個 怪怪的地方 完蛋了 後面騷擾不到 好但是這邊騎士直接出去騷擾 不是騷擾 直接過來砍出來的戰毛 那家裡的戰毛就不理他 反正他也不敢進來 哇這個策略非常好 反正我也看到家裡外面有聖女在跑 那我的騎士就往你家跑 能抓幾隻戰毛就抓幾隻戰毛 可以的話就抓幾隻村民 好那這邊奴兵終於被逼到死角 好那MBL這一波解的非常漂亮 左邊這個包夾戰術 完美達成他的目的 那是家裡的部分 這三隻 騎士害凡啊 一直出來砍出來的戰毛 戰毛根本就是無限白給狀況 但是生女在前線 想要顧前線出來的騎士 反正都沒有遭到也沒有回舊的意思 然後在這裡終於說不了了 要出這個長狀兵來解對方的騎士 那MBL騎士已經做了太多事情了 喔不是喔 是VIPER的騎士做了太多的事情 這三隻騎士少說殺了十隻戰毛有啦 好那這邊再來會合 家裡依舊不管 只用少量的奴兵去防守 然後把對方騎士射死之後 就撤回TC架 那也沒有打算出BK喔 哇連BK的錢都省下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有有有出BK 我想說奇怪怎麼沒有BK啊 這種情況他兵真的要出去的話 家裡還是要出這個頭死車的 正常的邏輯關鍵是這樣 好出來砸一下 唉唷 唉唷哇倒光 再一個 哇再踢一個地板 哇 頭破血了 哇然後後面又被鑽 被白朋友鑽了一個洞 哇這就是自習式騷擾啊 前面進來投車投爆 然後再用騎士鑽你後面的屑 然後奴兵在後面被戰毛壓著跑 所以沒辦法進攻 但這邊由於掉空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這邊騎士都白給掉了 但沒有關係 依舊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好兩邊村民宿都差不多 623村打624村 經濟上來說 欸 MBL非常的好啊 MBL現在手推車已經都有了 畢竟上城堡了 馬上就給你 但是Viper這邊 輪軸技術還沒有點 沒辦法 因為他現在一定要一直維持3TC 村民不斷 然後要再出兵的關係 導致他前面經濟上有點沒有太多 多餘的肉可以去點這個輪軸 好那這邊4TC 不是4TC 3TC MBL3TC 那Viper也是3TC 那家裡補了一個大學 看來是要點這個彈道學 好有肉了之後 Viper馬上又點一下這個輪軸技術 這個經濟探重的Viper 算是一個很濃的一個玩家 所以這個經濟科技 通常他都不太會忘記 每一場都可以看到他 都會點下手推車跟輪軸 這是一個他的標配的一個 標誌性科技的概念 好那這邊彈道學點一下了 看來是馬力要打奴賓 但是這邊奴賓有一點尷尬的是 雖然馬力有強弩 但是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他到帝王時代 終究還是要轉兵 就要看要怎麼轉 那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邊城堡時代 有點開始稍作休息了 哇上面這個戰毛騷擾得有點煩 好頭車砸一下 沒砸到東西 好戰毛兵也研發了 Viper這邊決定要轉一些戰毛出來 那還有一些新騎兵 哇經濟有點慘喔 經濟幾乎很多支援都見底 好下面這邊要拖去抓村民 結果又被抓包又被戰毛瞬間集火 哇這邊奴賓很大量喔 射村民很快喔 兩村 三村 四村嗎 唉唷那個所謂 四村 哇直接被點掉四村有點虧 對 正面還有一些奴賓跟戰毛也在做騷擾 哇這個 這個奴賓怎樣 直接走得進來 射這個村民 哇再減一村 好這邊解掉了 那就是家裡正面 把所有的木槍滴掉 要來直接 正面硬打了嗎 好那MBL點下了4TC 那村民宿 正面開始有點拉開了 哇這邊直接 四個聖女 招翔 然後VIPER直接把四個騎士全部滴掉 好不要讓對方招翔 哇 還好有滴喔 這個騎士沒滴的話 這邊的肉馬跟騎 的工兵會有點難受 還有戰毛 整個VIPER的細節都處理得很好 遇到招翔的時候也是 很快就會學會停損 停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這邊 戰毛出來 繼續解中間這邊 這邊的話 目前看起來 MBL圍巾這邊 因為在神帝王關係 並沒有出太多的兵 來做反擊喔 好這邊是點一下 圍巾狂戰士 哇這麼狂的嗎 要來打圍巾狂戰士 圍巾狂戰士的話 打這個奴兵可能不太好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戰毛 圍巾戰毛來解奴兵 然後圍巾狂戰士打一個正面 OK沒問題 看起來這個組合很OK 雖然機動性差了一點 但圍巾正面這樣打起來會非常強 圍巾打騎兵很有效果 再點上金罐的話 那 步兵對騎兵的傷害再加5 哇 這個傷害就被猛之力了 還是加5嗎 還是多少 我忘記了 反正會有額外傷害 好 那這邊瓶巾狂一點香了 瑪莉BIPER這邊看起來 是有想要打馬的意思喔 但我覺得蠻意外的 他居然不是先點香地獄實在 再去點瓶巾狂 而是先點瓶巾狂 再去點地獄實在 可能怕 可能是剛剛想到 先點 然後地獄實在再後點 也是可以啦 好 那這邊 正面的話 VIPER也完全打不進去 眼看對手 NBA龍已經要撐到帝王時代了 VIPER還能繼續起舞嗎 兩邊都在前線蓋了一個城堡 想要來防守 哇 這邊城堡下的位置都蠻好的 都是守到有金礦的地方 在世紀帝國裡面 金礦就是命根子 只要有金礦的話 就能好辦事 這邊肉麻想要來抓 但沒有抓任何東西 然後狂戰士上來硬靠 哇這血掉的很快 好那這邊二級防 圍巾也點下去了 那點下了銀罐酋長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剛剛說步兵對騎兵增加額外傷害 是這個銀罐才對 那酋長就是 圍巾的銀罐 可以增加對騎兵的額外傷害 好步兵喔 那金罐的話呢 是讓狂戰士會自己回血 但是那個自動回血科技 實在是太耗費黃金了 正常人不會有人去點那個 你去點那個 還不如多出更多金略 圍巾狂戰士出來 跟對面硬尻就好了 大部分人都想法就是這樣子 快去點那個 真是太有錢了 好 那正面看起來 要來 要來對塔 不是對寶 是來一個對寶 然後巨頭開丟的一個局面 那這兩個城堡距離蠻近的 所以打起來 viper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金礦就要害正後方了 那這個金礦沒守住的話 很快就會sick by了 而且這邊是要打飛刀女獵手 這個城堡的量要趕快來蓄起來 好那這邊 板甲 令甲也下了 那下一集板甲也會點起來 那打這個圍巾狂戰士 飛刀女獵手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比較詬病的是 飛刀女獵手並沒有像奴兵一樣的攻速 攻速是有點略慢一點點的 並沒有非常非常快的攻速 所以如果真的被圍巾狂戰士貼上來的話 這個攻速可能被拷爆 因為圍巾狂戰士的攻速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後那飛刀女獵手 打對方的圍巾狂戰士的效果 非常好 但是這邊戰矛打這個女獵手很痛啊 哇 飛刀女獵手 其實是沒怕奴兵跟戰矛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血量本身是偏少 體質只有35滴 升到精率也只有45滴 基本上只要被摸到 就要頭破血流的一個單位了 然後城堡一個掉了 那城堡掉的話 又要再補一個在後面 那不補的話 這個飛刀女獵手 就沒辦法蓄起來這個量 量蓄不起來 這個迴巾狂戰士就會為所欲為 那就很難打了 所以BIPER現在主要的核心問題是 城堡下的點要在哪裡 不能下得太遠 不能下得太密集 又不能下得沒有意義 至少要守到黃金 或者是一些關鍵的戰略地點 像是這裡 這邊再查一個寶之類的 然後可以守到黃金 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這個位置 但現在這些位置都不太好打 因為這邊 MB有大量的巨型投屍機在這邊 誒 這邊肉馬要直接硬上嗎 要再拿得下吧 哇直接硬上誒 真假的 好那這邊肉馬直接硬上 後面圍巾狂戰士 後面直接貼了上來 現在打騎 打馬 有一個特殊的額外傷害的單位 誒喲 但是飛刀女獵手要被貼到了 這邊要來直接打火炮 火炮直接投這個巨型投屍機 效果非常好 但是圍巨狂戰士已經全速倒地 飛刀女獵手 繼續在後面輸出 火候帶了一發 全速倒地 哇塞 四台巨型投屍機 肉馬 搭上火炮 還有飛刀女獵手 直接正面強攻 MIPER守住了第一波的攻勢 哇正常人早就要這一波 四台巨頭找到頭暴城堡了 然後就直接GG了 MIPER這邊居然還在擋下啦 這個火炮速度好 我都沒有發現他點火藥 呵 他雖然是打飛刀女獵手 但他已經早就想到了 對方巨型投屍機一定很多 所以已經 準備要火炮這個單位了 哇大概這個是預判中的預判 好這邊再補一個房子 如此這個圍巾狂戰士衝進來 但是這邊還有個洞 還是可以進來 來得及嗎 啊來不及 完蛋火炮掰了 欸這個沒有去打火炮 哎呦還是要走 然後拉兩隻去打這個火炮就夠了 超很快的這個攻速 我已經狂戰術 就是這麼的快 好這邊大量弱馬 直接來解對方的戰毛 效果非常好 打到頭破血了 那這邊我覺得狂戰士依舊被追 但是飛刀女獵手跑速非常非常快 好但是瑪麗他沒有三攻的情況下 那這邊二攻點完之後 就是瑪麗的飛刀女獵手最高的傷害了 那這邊再升個金瑞喔 好傷害再提升一點 那血量也會提升 但這邊金瑞是不好點了 金瑞我覺得好像也蠻貴的 好像沒有到以前惹 但是就是價格還是蠻貴的 好那這邊大量的弱馬 來拆這個戰毛 但是這個弱馬還沒有點下金罐 沒有金罐 打弱馬的話 就會稍微遜色一點 沒有那麼的有威懾力 這個弱馬 點下金罐之後真的很強 好那這邊城堡 來個雙寶連 連寶 但沒有手要這個金狂 但沒有關係 BIPER是決定要這樣做 那右邊 喔 直接打右邊的城堡 殺個BIPER 措手不及 後面再趕快再補下下一個城堡 飛刀女獵手的量 依舊還沒有續得非常非常多 這邊有點在純肉 要來點這個金罐了嗎 但是這邊飛刀女獵手 被戰毛射得非常非常的痛啊 好因為三級防禦還沒有點 所以被這個戰毛打還是很痛 好那這邊 飛刀再過來救一下 飛刀來打 狂戰士效果還是很好 但是速度就是比較慢了點 好OK 那兩台火炮走了出來 要來直接拆對方城堡了嗎 吊虎離山之際能成功嗎 右邊大開戰 左邊火炮開拆 在正面肉麻硬砍這個戰毛 戰毛直接硬點女 飛刀女獵手 家裡一堆瘦村 屬來這邊不動 但是這邊肉麻 砍得非常非常的快 被圍巾狂戰士直接瞬間消滅了 哇 BIPER的正面全速倒地 只剩下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的話 又很怕戰毛的襲擊 這樣子的話 飛刀女獵手 能夠再繼續狗嗎 好 但是戰毛死光了 現在只剩下圍巾狂戰士 這邊只要拉打的話 結果沒什麼看到問題 但是又被踢了上來 哇這個鬼劍狂戰士尻得很快 數量掉太快了 哇 這個數量的死人不到十隻 我的天 九隻而已 然後右邊再來一波進攻 巨型投資機 再來拆第二個城堡 這邊打完之後 後面巨型投資機還在丟 後面巨集 都直接往巨型投資機這邊集合 來確保這個城堡能拿得下 看起來是沒問題 三台巨型投資機 能搞定一切 這是定律 掰了 沒了 後面還有大量狂戰士在後面尻 七隻狂戰士 打村民超快 三下死一隻村民 哇 哇高地打低地的手 還只要兩下而已 好強 哇 我今天狂戰士傷害非常非常高 18攻擊力啊 打村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真不愧是中世紀8加9文明 招傷魯蕊 打村民有外傷害的文明 沒有沒有 都是我亂掰的 喔並沒有 哈哈 哇 VIPER這邊打錯了GG 哇 VIPER真的受不了 哇 兩邊真的是打得太精彩了 一隻瘋狂雙線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MBL這邊為驚人 主打一個經濟流走向 經濟科技綠先典 那VIPER這邊是 只是點了這個雙面佛 那很多時候啊 就是你經濟不是那麼好的文明 通常你要省支援 然後打封建一些的狀況的時候 通常只會點一個一級木 那一級農田通常是點了城堡之後才會點 那這邊的話也是 VIPER點下了 點完城堡之後才會點 那這邊挖經濟樹也是 通常挖經濟樹都是在點完城堡之後 都會馬上補下的 還有這個一級農田 那這個一定要點 這個不點的話農田後面會很慘 然後那二級木二級田也是比較中後期的 因為這邊前期層處都要爆大量兵的情況下 比較去難點其他的經濟科技 那經濟科技後面在點的時候 那就會跟維基的經濟量越拉越大 那我們應該來看一下 經濟差距是多少 應該是MBL的全勝吧 好 果不出籃 反正是全贏的狀態 維基木頭大贏五千 食物快要贏六千 黃金又贏了一千一百多 那石頭的話 因為VIPER這邊是要打飛刀女獵手的關係 所以石頭要挖多一點 城堡要多 飛刀女獵手才比較好出一點 所以石頭有贏是正常的 感覺上這場有點算是 也不能說VIPER出飛刀女獵手是錯誤的 因為瑪莉要打對方步兵的話 也只能這樣打 因為她打步兵的話也沒有三攻 也打不贏對手 那只能出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的話 要出滿的話要很大的資源 因為她要上金瑞還有城堡什麼的 要敘述大量其實屬實不易 那金冠部分也沒時間點下 金冠也是蠻貴的 她的彪悍精神 金冠也要650肉跟400斤 那生金瑞飛刀女獵手也要900肉 所以肉量一直起不來 因為你出了太多新奇兵了 但又沒有新奇兵的話 又沒法擠到MBL的戰馬 所以就是一邊那個死循環 所以VIPER最後才打下GG 也只能這樣子 也不是說VIPER打得不好 就真的是MBL喔 這場打的確實也比 VIPER好一點 因為她的決策跟戰略想法都蠻果斷的 並沒有說一定要打城堡打到底 還是穩扎穩打上帝王 然後打圍巾狂戰士 爆出大量的經濟優勢 以上帝王狂點經濟 然後再直接爆一波兵 然後GG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